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鲜外务省副相又发表讲话说 如果美国正在试图把我们逼入墙角 单方面要求我们契合 我们将不再对对话感兴趣 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接受朝美领导人的会谈 朝鲜的这个表态迅速成为国际各大媒体的焦点 在此之前 外界对朝鲜的局势都普遍感觉很是乐观 现在平壤突然放出这个消息出来 让国际社会吃惊不小 这让我们看到朝鲜的局势 实际上比外界看到的要复杂的多 首先 朝韩高僧会谈是朝鲜提议进行的 取消朝韩高僧会谈也是朝鲜提出的 平壤的这两个决定的时间间隔 大约只有15个小时 这一点着实令人奇怪 特别是平壤提出的取消16日朝韩高僧会谈的理由 是美韩正在举行的超级雷霆军事演习 平壤的这个理由显然很是牵强 因为美韩的这场军事演习是在5月11日就已经开始了 参加演习的主要装备也基本上为外界所知 平壤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 而且平壤是在韩美军事演习开始4天之后 突然提议举行朝韩高僧会谈 在得到了韩国的同意之后 却又突然宣布取消 肯定这里边有名堂 可以想象平壤建议举行朝韩高僧会谈 一开始可能就是个阴谋 就是为了吸引外界的关注制造舆论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有什么突发事件 朝鲜的这个声明说 朝方营多次表明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意愿 而且先决条件便是美国停止 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和核讹诈 对于平壤方面来说 毫无疑问 他们最关心的是政权的安全 朝鲜希望得到美国的明确承诺 一旦朝鲜确认弃核 美国不会再侵犯朝鲜 颠覆金正恩的政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公开表示 如果朝鲜同意完全弃除核武计划 美国准备给朝鲜提供安全保障 实际上 这原本就是美国政府多次表达过的立场 即使美国在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 也一直声称 他不寻求改变朝鲜的政权 而且美国政府承诺 一旦朝鲜完成续核 将给予朝鲜经济援助 让朝鲜可以像韩国那样经济繁荣 这是美国给朝鲜画的一张大饼 固然诱人 但是目前还只能看不能吃 可是金正恩期待 从朝鲜的无核化承诺开始之后 就希望得到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也就是按照分阶段对等的原则 而美国的原则是 在实现了完全无核化之前 不会有任何经济援助 平常这次宣布 朝鲜永远不会以放弃核发展作为代价 来换取与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这并非是朝鲜不想和美国经贸往来 恰恰相反 这是因为朝鲜急于要吃美国画出的这张大饼 根本不想等到彻底弃核之后 而是希望在弃核之前就进行经贸往来 更大的可能性 朝鲜骨子里根本就不想彻底弃核 而是在保留一定的核能力的情况下 发展经济 这一段时间以来 平常确实做出了一些姿态 比如宣称同意在半岛实现无核化 和韩国签署了板门店宣言 并且宣布关闭距离中朝边境不远的核实验场 然而 面对朝鲜的这个和平姿态 美国并没有任何放松 甚至不为所动坚持既定的立场 要求朝鲜必须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的无核化 这个立场没有丝毫的后退 只有朝鲜彻底完成去核以后 美国才会进行经济援助 美国不能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贫穷的朝鲜 更不能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富强的朝鲜 金三胖做了那么多姿态 而美国没有上当 依然坚持原则 这大概是让金三胖恼羞成怒的原因 美国这样做 当然是汲取了以往的教训 由于此前平常的反复无常 川普政府这次在朝鲜去核的问题上 态度表现得非常坚定 而且随着朝鲜和美国峰会的确定 美国对朝去核的定义也逐渐明确 13日以强硬音牌著称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放话说 只有朝鲜把所有的核武器运到美国来拆解 我们才能考虑减缓对朝鲜的制裁 看得出来 美国基本上没有受到平常释放的 这个和平空气的影响 还是按部就班的进行对朝鲜的制裁 他的战备意识也丝毫没有减小 而且似乎还对平壤和北京的靠近 有所警觉 今年的美韩超级雷霆军演 除了韩国最先进的战斗机之外 美国更是派出了美军所有的精锐战机 其中不仅包括最新的隐形战斗机 F-35A和F-35B 而且还有8架F-22参加了军事演习 这是F-22首次参加美国和韩国举办的超级雷霆军演 F-22是美国空军最精锐的战机 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 美国甚至立法规定 不得向任何国家出口 就是北约盟国都不允许 立法禁止战机出口 这在美国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 相对朝鲜非常落后的空军装备 但凭韩国空军就已经有压倒性优势了 而美国的隐形战斗机F-35A和F-35B 一旦参战 绝对可以在短时间内控制朝鲜半岛的制空权 朝鲜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击的能力 可就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居然派出了最先进的F-22参加演习 这显然不是针对朝鲜那些 已经装备了几十年的落后战机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美国军方实际上对朝鲜半岛的局势 有足够的警惕 已经在抵抗外国军事力量对朝鲜的支援 值得玩味的是中共的态度 前些天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就很有意思 这篇社评说 如今中国已经更加强大 在美朝高度互不信任的时候 中国能否为双方提供某种信用支持 值得认真探讨 没有中国的支持 解决半岛问题的联合国框架 根本维持不下去 朝鲜的安全也会失去大后方 美国在朝核问题解决中 也会无所适从 从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可以看出 中共确实有急于充当 朝鲜和美国之间中保的意思 似乎离开中共这个中间人 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谈判 注定不能成功 而且提出中国是朝鲜的大后方的说法 这显然是在拉拢朝鲜 环球时报的这个表态 无疑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中共高层的立场 实际上对于美国给朝鲜画的大饼 中共的态度颇有点吃醋的感觉 同时对于美国给朝鲜的施压 中共的态度则是很不屑 中共的媒体说 从美国历来处理与拥合国家争端的经验来看 不能对其所给的胡萝卜过于乐观 而且中共认为在中共的支持下 朝鲜可以不必太在意美国 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威网 在几天前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特朗普已无法降服金正恩 其中引用清华卡内基 全球政策中心某个研究员的话说 从根本上讲 美国对朝其实已经既穷 即便美朝峰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进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身而去 在中朝关系南北朝关系大幅改善 俄朝关系一直处于良好状态的背景下 美国不可能也没有手段 来对朝鲜进行实质性的施压 也就是说 按照中共这个专家的看法 由中共对朝鲜的支持 美国就只有接受朝鲜分阶段去核的要求了 金正恩在5月初 在大连和习近平的会谈当中 他表示 必须消除针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和安全威胁 并重申了阶段性的同步措施 金正恩的这些主张得到了习近平的公开支持 金正恩还说 美国说在完成无核化之后 会提供经济援助 但无法相信其是否会信守承诺 如果能和美国达成 关于无核化的一揽子协议后 希望中国能在中间阶段提供经济援助 独卖新闻的报道称 习近平表示 如果美朝会谈达成无核化协议 即便在完成旅行协议之前 中国也可以提供阶段性的经济援助 独卖新闻还说 习近平的话可能对金正恩的判断带来了影响 通过这次朝鲜官方的声明 我们可以感到 金正恩这两次和习近平见面后 似乎在美国面前更有了底气 西方国家认为 朝鲜在国际社会的制裁下 已经濒临崩溃 指的和美国谈判去除核武器 这个判断现在看来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朝鲜的经济形势如何 对于金三胖的战略决策会有影响 但是这不是根本性的因素 拥有核武器的贫穷的朝鲜 和没有核武器的贫穷的朝鲜 是大不相同的 过去朝鲜也很贫穷 今天不过是更贫穷 但是今天有了核武器 朝鲜从补习一切代价 发展成功核武器 到承诺去除核武器 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归零过程 纵然朝鲜今天真的打算去除核武器 也绝对是和从没有拥有过核武器的时候 有本质上的区别 实际上朝鲜希望的去核过程 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金正恩在今年元旦宣布 该国已完成其核力量 并且称之为对抗美国威胁的 强大威慑力量 朝鲜是以核国家的身份 来和美国进行平起平坐的谈判 加盟已经和没有核武器的时候 完全不同了 因此朝鲜对美国当前的立场极为愤恨 说美国竟拿核国家朝鲜和当时还在核开发起步阶段的利比亚相提并论 本身就是愚笨可悲 标榜走与第一届政府不同道路的特朗普政府 依然迷恋于前政府 在朝鲜和还处于开发阶段时 用过的老掉牙的对朝政策方案 视为幼稚的悲喜剧 从朝鲜的这个官方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 朝鲜的意识非常明确 也就是说 美国必须要看到 要明白 朝鲜不同意那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 朝鲜明确反对美国采取利比亚模式对待朝鲜的契合 朝鲜的这个声明可能还只是一个姿态 是想在即将到来的朝鲜和美国峰会上 抬高自己的身价 以达到分阶段去核的目的 朝鲜的这个态度 给这次峰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目前来看 美国的基本立场不会有大的改变 在朝鲜彻底去核之前 美国不会放松制裁 更不会援助朝鲜 从本质上 金三胖是不情愿放弃核武器的 其实平常一再出而反而 目的就是要实现分阶段的去核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 金三胖是否在最后做出妥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三胖 能否成功的利用习近平为他火中取利 至于中共 眼下似乎还可以在朝鲜和美国之间 做中间人 美国和朝鲜也还都接受中共 中共希望缓和半岛局势 避免美国和朝鲜过早摊牌 逼迫中共做出抉择 对于中共来说 不支持金三胖 朝鲜有可能导向美国 支持金三胖 可能让金三胖忘乎所移 和美国公然对抗 这两个结局都对中共非常不利 这次习近平高调卷入朝鲜去核问题 极不明智 稍有不慎 很可能为两边痛恨 同时成为美国和朝鲜的仇敌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小民之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